唐奶奶 唐奶奶 先生身体不好 不如找一个 闲得数量的女子 长半左右 照顾起居 才下不采 怕是要辜负 大奶奶的好意了 大奶奶请 这是为何 在下心里 一直惦记着一个人 因此 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 怎么没听先生提过 只是他 另有所爱 另有所爱 那你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他也不能 耽搁别人的感情啊 毕竟 两个人有情与否 关系到一世们幸福 可自古以来 婚姻都是缔结两性之后 是两家人的事 不单单是晓儿你的私情啊 这个道理 我懂 只可惜 我们都是人 情不知所起 一望而生 不是想要控制 就能控制得了的 才能控制得了 还以后 你 都 还以后 别人 还以后 念着的人 旁人总是有 钱般好意 万宠温柔 他都成了笼子和瞎子 看不到也听不见 商人的话 倒是信手可以拈来 我被轻身之恩所伤 这里面有多痛 有多苦 我是知道的 即使知道 又何必 拖累那些无辜之恩 如这活坑呢 爱而不得 宣布守死 谢谢 你看 这幅呢 是北宋宫廷画家崔白的先知建设图 宋的古画 崔白的真迹哪是这么容易得到的呀 这幅画是宝琴灵魔的 你看看能不能用柯斯的记忆给它刻出来 你让我用柯斯复制曾宝琴的画 看一下 这幅画画画得多好呀 灵芝 还有水仙 在太湖时下相续 这边 南天竹 倚时斜出 果实累累 翠时吉祥如意的一幅 母亲看了肯定特别喜欢 大爷 请恕翠喜财书学浅 无能为力 大奶奶 大奶奶 起疯了 蟹哲身体不好 还是早些回房歇息吧 告辞 天国 越是秦深之人 越是吴清晦 即使知道 有何必 拖累那些无辜之人 入这火坑呢 翠喜 老夫人 翠喜 我 翠喜 雪塘他人 虽然是被我们绑回来了 可他的心 还在曾宝秦呢 你说我该怎么办 老夫人 大爷一向通情达理 过些时日 他会想通的 翠喜 你先坐 翠喜 这个月十七 也就是五日以后 是个好日子 你跟雪塘 拜塘成亲吧 怎么 你不愿意 十日后 曾家要是补不上亏空 朝廷就要上门抄家了 到时候 孙宝秦 若是找上门来 那 翠喜 老夫人 老夫人 你快起来 老夫人 老夫人 你不能看着人家世代的基业 就这么给毁了 雪塘是个有责任的 你跟他成了亲 他定会带你好 同时 也能让他多曾顾虑 不至于 拿人家 去填补增价的无底洞啊 老夫人 你别这样 你快起来呀 老夫人 别起来 孙宝 我若是有别的法子 也不会让你这样受委屈 孙宝 我求求你 救救雪道 救救我为人家吧 老夫人 就算是我同意 大爷也不会同意的 我自己 我的儿子我了解 你若是去求他 他定然不会拒绝的 妈 大奶奶 您别把魏先生的话 放在心上 他根本不了解你的情况 我 你的 是